大家好,我是彩云飘飘,我现在是在福建厦门 今天准备开车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我国第一条海底隧道 厦门祥安隧道 它的全长是有8.7公里,跨海部分6公里 投资更是达到了32亿哦,走 祥安隧道是厦门市连接湖里区与祥安区的跨海通道 西齐五通利交,下川九龙江入海口,北至祥安南利交 是厦门市东北部城市主干路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具备公路和城市道路双重功能 形成了海上与海底结合的交通格局 祥安隧道是我国第一座海底隧道 也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而成 线路全长约8.7公里,跨海部分长6公里 路面为双向6车道,设计速度90公里每小时 总投资约32亿元人民币 最深处位于海平面下约70米,相当于20多层楼高 所以一进入到隧道就能感觉到是一直往下走的长下坡路 从2005年开工建设到2009年全线贯通 祥安隧道一直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 因为它直接拿下了好几个世界之最 世界上覆盖层最薄的海底隧道 坚固性也是世界之最 就算八级地震在它面前也是无能为力 世界上首个断面层最大的海底隧道等等 仅仅用了四年时间,这座超级工程就建好了 相信除了中国,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修建好这样的一条海底隧道 这条海底隧道在修建的时候都是按照全世界最高标准来修建的 所以不论是它的抗震、海水还是防水系统都是世界一流 电空合格率为100%,是我国最牛的样板工程之一 修建技术位居世界前列 这两年我也拍过不少海底隧道 很多网友会留言说 为什么海底隧道不能建成像海洋公园那样透明玻璃的 可以看到海底世界呢 其实是可以建玻璃的 但是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高了 再拿安全系数来说 玻璃钢硬度再高,也不如钢筋混凝土 很多人觉得用透明玻璃的话就可以看到海底遨游的各种鱼了 实际上海洋深处也是没有什么光亮 因此就算是透明玻璃也是根本看不见鱼的哦 好了,前方就要到出口了 想按隧道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 1,3,3,4역1,3,5、5,5、5 7,4,5 k 成本,还有い兽树 面团上来 面团刚才有四驾 鱼 鱼